农业是国家的根本 农民努力耕种 还要看天吃饭非常辛苦 不过这几天有部分媒体报道 中南部地区农民 配合农粮署辅导转做青花菜 却面临低价的困境 不过记者前往云林嘉义一带的青花菜产区 实地了解产销的情况之后 发现虽然青花菜每天收购的价格有些微波动 不过事实上每公斤的价格 都维持在30块钱以上 并没有所谓低价贱卖的问题 如果青花来说他们的农民已经煎得很高兴 也大家都很贪心 所以他们也感到很感恩 当然农民是介绍是越高 当然是贪心是越好 但是最近新闻一直报 报公青花棒棒 这是不幸的事情 许多接受记者采访的青花菜农表示 每一公斤青花菜栽培成本都在20块钱左右 而最近这一个礼拜 收购价格相当平稳 农民普遍都有不错的利润 反而媒体错误的报导影响了青花菜的价格 许多农民都担心 以而传额的错误消息 会伤害他们的权益 影响他们的收入 你这样平稳的时候 这就会影响到菜鸡的方法 那我们这家的菜鸡都担了三四十块 也不错了 他们没得出来五百百 那你平均购买了吗 嗯 三十五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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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闻做到这样 是真的假的 是啦 没错啦 针对青花菜菜价低迷的消息 农粮署也立刻做出澄清 表示夏季的高丽菜生产过剩 才鼓励菜农转做青花菜 希望能提高农民的收益 农粮署也派出农业专家 配合地方农会跟产销班人员 教导农民栽种技术 希望能够提高蔬菜品质跟产量 供应消费者新鲜营养 又未美价廉的优质农产品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云林嘉义报导